国发会推动地方创生 委托了单位进驻佐镇之后 尝试着用科技来翻转偏乡 他们让无人机变身成邮差 农民采果之后 可以将蔬果吊挂在无人机上 运送出去 无人机飞行途中 同步空拍佐镇风光 让顾客可以保览佐镇 独特的越视界峡谷地形 田园美景等等 不但补足了 偏乡人力不足的问题 也让民众认识到佐镇之美 吸引他们直接来佐镇观光 跟着农民张淑美来到果园 到处都是结石累累的芒果树 小心翼翼打开套袋 缩大饱满的果实 映入眼帘 这个也可以踩 没有太阳直晒 隔着一层套袋 要如何判断袋子里的芒果 是否已经成熟可以采摘 我们就要摘下来看 这样就是锁了 对 这样吃得很漂亮 这是锁的 已经可以吃了 如果是还没收收 像这个 这个盅里就要绷 这个园子里种植的 大多数是玉纹芒果 佐镇特殊的白鳄土 出产的芒果 口感风味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些算是白档镇头 它这些底子比较柔 所以做出来山芒果 白状这样断 吃到柔的柔和甜 会好吃 然后有一种芒味 这样子哦 对 哦怎么看 啊你就是把它剥掉 刚剥掉 把它爆开 剥掉 然后呢 然后呢 哇 好漂亮喔 但部分果園位在山坡上 要将收成的芒果搬运出去 并不轻松 你看我们的山坡地 基本路很小 年八路 车也不能移 什么也不能移 都要靠人 用档子搭在平地的地方 用机车搭搭搭 佐镇青壮人口严重流失 现在农民多了好帮手 装香后的芒果立刻就近送上 无人机 今天要送的是什么水果 这是芒果 谁家的 那个苏美姐阿菇营丘的 OK 好 那要送到邮局吗 邮局 OK 好 这一趟目的地是佐镇邮局 无人机不但可以用来送货 当它飞越佐镇上空 穿越西流河谷 还能一边送货 一边从高空拍下沿途的 美丽风景 光秃秃的山软一座接着一座 宛如鬼斧神宫的大峡谷 草山岳世界特殊的霓岩二地形 从空中俯瞰十分壮观 当山来笼罩或云雾缭绕时 仿佛置身仙境之中 耸立的白色教堂 还有整片翠绿山林 或闲适的田园风光 透过空拍一一曝光 或到手顾客就能透过影片 一读佐镇之美 我们在配送过程中 这段影片会变成QR Code 那会附在我们的盒子里面 那一起附送给就是叫消费者 国发会委托顾问公司 展开佐镇的地方创生计划 无人机化身邮差 就是团队想出来的点子 游客体验彩果 一样有无人机帮忙当搬运工 消费者到我们的农场 去做体验采收之后 再把它采收的东西 水果或蔬菜 放到我们的无人机上面 当场就直接配送 那配送到集货场 他们再到现场去做一个 实际自己去把他们 采下来的水果去做分集 再做包装 由于佐镇邮局只有两名人力 无人机加入 不需要有物人员到场 无人机公司透过远端遥控 就能指挥无人机载货 不但以科技取代人力不足 还省下时间路程 原本十公里山路 开车需要花上三十分钟 无人机飞行节弯取直 只要飞行两三公里 五分钟就能抵达目的地 但是如果做得好 扣沾的位置 当然对我们农民来说是很好 对啊 我很方便 不可以再扣人下去 这样担担 阿伯阿伯也担担 要够四季 团队将科技导入农业和旅游 还赋予无人机其他任务 我们还会延伸到前面的无人机 在做喷洒农药资产的部分 让农民在生产端的部分 就可以开始省工 那就可以减少它在劳动力的需求 迎进无人机成为行销亮点 但其实佐镇本身就拥有许多优势 除了二地奇景 位在佐镇的二辽 还有全台最低海拔的日出和云海 佐镇具有特殊文化产业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 需要政府将观光人口带进来 活络在地经济 把年轻人留下来 它限制住就变成我们的自然资源 受到保护 这是有得有失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政策 如果它要继续延续的话 这其实也没问题 那怎么办法去提供 我们把人带进来 一群人开始为振兴地方而奋斗 不过这只是佐镇改变的首部曲 这场偏箱保卫战才刚要展开